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魂真身也暴露在了武魂殿的面前 让史莱克在决赛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底牌 那么失去了气魂真身的史莱克 将要如何破解武魂殿战队的妖魅呢 要知道妖魅作为两名魂王组成的武魂融合技 实力已经接近80级的魂斗罗 唐三虽然天赋一饼 但是正面战胜妖魅还是有点困难 而且妖魅为了解决唐三 释放了自己的杀手 剑人月 强大的威力将唐三的外腹魂骨 八珠毛一寸一寸打成了碎片 虽然妖魅也因为魂力消耗过 但被破解除了武魂融合技形态 但是局势已经开始 完完全全的倒向武魂殿战队这一边 好在主角总是能在 头关头爆发出最大的能量 唐三将八珠毛的碎片当作暗器 使出唐的手法浮一轮回 一举击败了 武魂殿战队的几大战力 让史莱克成功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而因为八珠毛本身 就是唐三的一部分 所以不能算再禁止使用外物这一规则之中 唐三完全可以说赢得堂堂正正 可以想到 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一条规则 想必靠着唐门暗器 史莱克战队绝对是无人可挡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